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算是要比较寒冷或是比较干燥 那么全天的气温主要是在华氏50到60度 在星期四的时候下雨的机会将会明显的增多到60% 那么也就是说从今天星期一一直到星期三 大概下雨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 那么讲到天气状况不免 也让大家联想到上个星期五的这一个应该算是冰暴涂降的情形 让许多的人由于下冰暴的时间是星期五的下午 因此让许多人尤其是当时还在Rodeo户外活动的人群们感到十分的惶恐 那么很多的冰暴当时的气候十分的恶劣 一下子呢让在露天行走的行人呢 赶快的到处寻找躲避的地方 那么冰暴的情形在一关市Fortbank County甚至是更为严重 那么有许多的房屋或是在放在Pateo的家具受到了影响 甚至还有车子被像棒球般大小的冰暴 将车顶和车窗都damage 就是都破坏了 那么这是回顾在上个星期五的这个恶劣气候 对休斯顿地区所造成的影响 好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一名两岁的小女孩在和家人从这一个应该是 不知道是Uber还是Lift下车之后呢 跑到车子居然跑到车子的前面 那么当时这名Uber或是Lift的驾驶人 并没有看到小女孩下车之后 独自跑到车前因此将她不幸撞死 而撞死之后 Driver驾驶人被小女孩的家人呢 从车中拉下来痛殴 现在在医院治疗没有任何生命的危险 整案这个悲剧正在调查当中 另外看到是这名也是两岁的小女孩 在一个持谢抢劫当中被射伤 警方表示是小女孩的父亲跟另外三名男子 可能是因为要买车子交易没有达成的关系 还是这三名卖车的人其实是持谢抢劫的抢匪 那么闯入了这一个父亲的公寓当中 结果和父亲在应该是扭成一团殴打的时候呢 朝着这个父亲的家人开枪 其中三四颗子弹击中年仅两岁的小女孩 不过好在是在她的手部和手背 整案正在调查当中不晓得只是买车 还是跟药物交易有关 好接下来和听众朋友们继续报道这一个消息 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美军曾经提到这名17岁 就读于拉珀高中的学生叫Christopher Flores 他在去gym运动之后呢 收到了一个来路不明的药品 他以为只是普通的这种可能是抗分剂或是药物 就毫不犹豫地服下 服下之后呢 就立刻产生身体的剧烈变化 结果被送医 现在警方表示呢 在她的体内是有芬泰尼或是Fentanyl的成分 而她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也不幸在医院治疗两周而宣告不治 去世的时间仅仅是在她18岁生日之前的两天 那么现在由于她算是一个服用芬泰尼造成的命案 因此根据德州最新的法律 警方将会除应该是将会逮捕这一名给她药物的朋友 那么控诉官将会以谋杀罪来起诉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是UVH的篮球队 那么他们经过了28场的赢球之后 拿到了Big 12的Championship 就是12大的大学的这一个区的冠军 现在将会要在全国的大学男篮比赛当中呢 希望能够夺下这个全国男篮的冠军 如果真的能够打入前四强 甚至是前两强的话 将是UVH大学四年内第二次进入Final Four 那么现在已经被选为是美南区的第一种子 对啊 那么将会应该是3月24号的时候 来面对Texas A&M Texas A&M呢 算是在这一个比赛当中 它是南区当中 它是属于第八个种子队 而目前UVH它的排名是 稳坐第一种子队 而在大学男篮方面呢 可以看到他们要打这个全球男篮的 Suite Sixteen和Elite Eight 这两场比赛都是会在达拉斯的 American Airline Center举行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则消息 这一名是Texas A&M Football Coach 他是教练的儿子 叫Blaise Taylor 现在被控呢 他是蓄意以毒药来谋杀了前女友 因为女友怀了他的骨肉 那么这是已经是两个一级谋杀罪 他之前呢是在阿肯色州 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 是他们的可以说是Star Defense Pack 毕业之后呢 又加入了田纳西的Titans 到他们的Scouting Department 而他当时的女友Jay Benning 是在今年的2月25号的时候 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当时他报案是以为过敏 什么对东西极度过敏而产生的身体不适 当时他已经怀孕五个月 在田纳西Nashville的警察 经过一个月之后的调查 他们表示从法医和这个实验室的证据显明 Taylor呢嫌疑重大 那么Blaise Taylor本来已经被Texas A&M的大学足球队 被聘请成为他们的应该是Defense Analysis 专门做防御的分析家 但是现在这一个控诉呢 让他的工作现在被Texas A&M球队暂停 而他的父亲现在仍然是在Texas A&M当防御教练 好的亲爱听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里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